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培靈教數學 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介紹了這個三角形 然後我們在這一章要來介紹的是平行 平行其實比三角形的知識還要再簡單一點點 那什麼是平行呢 在最原始的我們對平行的想像 就是說兩條直線是平的嘛 那怎麼樣是平的呢 我們會說如果你今天把它無窮延伸 如果是平的話非常非常兩條直線是平行的話 平著行 那這樣子他們會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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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嘛 就不會碰到喔 如果會碰到的話 比如說像這樣子 如果在某處遠方某處結果碰到了 那碰到了的話呢 這兩條直線呢 我們就認為它不夠平 對不對 想必是有一點點斜 這一條有沒有 一直往這邊再歪過去對不對 所以最後就碰到了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用這個方式來定義平行 也就是說要構平 好 但是這個構平太概念性了 所以我們在數學上呢 我們用一種方式來定義平行 是這個當L上的每一個點 到M上的距離都維持一樣 那這樣L和M會平行 那我們前面講過這個點到直線的距離要取直角 這樣子 那這個點到這裡也要取直角 這個點到這裡也要取直角 這個點到這裡也要取直角 那你會發現如果它不夠平的話怎麼樣 它這個點到直線的距離往這邊會越來越短 而且那個直角會越來越彎嘛 對不對 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們這個點到直線的距離 如果不是平行的話就會變動 如果是平行 這樣 欸 這一條就會跟它一樣 欸 這裡 對這裡做直線 這條會跟它一樣 但是呢 這樣子的平行的性質呢 不方便拿來使用嘛 我不可能說一條直線 我真的就是每一條都這樣子 對不對 那要用的時候到底要怎麼用 那於是我們接著發現了平行 還會有一種特色 這個特色也是 就是我們在國中用來定義平行的方法 就是有一條直線 如果 跟L垂直 同時又跟M垂直的話 那麼L跟M就會平行 如果有一條直線跟L垂直 它又可以同時跟M垂直的話 那麼L跟M就會平行 以這裡來說的話呢 我這裡有L1 下面是L2 若 什麼是平行呢 OK 已經知道M有垂直L1 如果M又同時垂直L2 那麼L1就會平行L2 那這個證明很簡單 怎麼樣呢 我們用一個道理 這個在數學上 將來你們到高中還是會遇到 叫做閨謬法 什麼叫閨謬法呢 也有人叫反正法 我證明我先假設它不是 接著它不是你就會發現啊 不可能 好 那你就知道它是 什麼意思呢 以這題來說 我要證明說 我已經知道M垂直L1 只要M也有垂直L2 那麼L1就有平行L2 那我就假設它不是 也就是說我假設怎麼樣 現在我有一條M 它同時垂直L1也同時垂直L2 但是L1並沒有平行L2 那我們剛才所謂的平行就是在遠方不會交到嘛 所以你現在要說L1沒有平行L2的話 代表它們在遠方是可以交到的 對不對 那麼呢 於是我就可以假設 這個 講起來有點多我就不寫過程了 稍微說明一下 於是我就可以假設怎麼樣呢 我們把剛才的圖畫起來 這是M 這是L1 這是L2 我假設它們在無窮遠處其實是會相交的 我假設它們在無窮遠處會相交 那我要證明這是不可能的 可以嗎 那其實很好證啊 我相信你看到這個圖 你就應該隱約的發現它不太可能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會相交就代表這裡有一個三角形嘛 我假設我交在這裡交的這個點叫A 這個點叫B 相交的這點叫P 三角形APB裡面我腳P總是會大於0的嘛 對不對 那我的腳A又是90 腳B又是90 合起來就超過180了 所以說 我這樣就可以知道說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說一條直線只要它垂直L1 它又垂直L2的話 那麼L1就會平行於L2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國中用來定義 用來進行其他證明的平行的基礎 就是說怎麼樣兩條線會平行 它們有垂直於同一條直線 他們有垂直於同一條直線的話 那麼L1就有平行L2 弱且為弱 也就是說只要它有平行他們就會垂直於同一條直線 而且只要他們有垂直於同一條直線他們就有平行 那這個就是平行 那在我們國中呢 除了這個讓你們知道什麼是平行之外 這個只是剛開始的 最重要的就是要帶大家認識所謂平行線 有三個特色 平行線結一條直線結過平行線的時候呢 在課本上會先讓大家認識三個名詞 一個叫同位角 一個叫做內錯角 一個叫做同側內角 那不過我要附在一起 同位角 內錯角 同側內角 並不一定要L1平行線L2才有 我今天任何一條直線L1和任何一條直線L2 被第三條線M切過去 都會產生同位角 也會產生同側內角 什麼是同位角呢 其實很好想 這個大部分的學生都會學得起來啦 就是說我這裡不是香蕉嗎 所以是不是產生了一個這個十字 對不對 那你想像我這個十字在這裡 是不是他把這個面切成四塊 四個角 1 2 3 4 對不對 然後我這裡是又一個十字 然後這裡是不是又 有把這個地方切成四個角 分別是什麼 A B C D 對不對 那在這個地方 你看 在上面 腳1的位置是在右上方嘛 所以腳1的同位角就是A 同樣道理 腳2的同位角就是B 腳3的同位角就是C 腳4的同位角就是D 同位角就是相同位置的腳 好嗎 這樣可以嗎 就講 所以腳1的同位角是A 腳2的同位角是B 那 這個 稍微 我建議老師在講的時候 像 像我們剛才這樣子 就是說 稍微的講的長一點 跟學生介紹介紹就是同位角是相同位置的腳什麼的 然後 然後 我要 跟大家講就是要有角如果看影片的是學生的話啦 就是在這個階段 學生 應該說任何學數學的新的一章的時候 學生都可能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他會抱怨說我為什麼要學新名詞 哦 又要記新名詞 那 其實這個都是 多餘的啦 那老師就是盡量把一個名詞解釋的有道理一點 但是就是 學生的 學生就是要不要去抗拒學新東西 不要想說哦 又有一個新名詞這樣子 那 你 你會發現其實到後來 這張學到後面 比如說這一次段考課到的時候 那其實大概大部分的學生都會啦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什麼是同位角什麼是內處角 這很簡單的 好 那 但是在一開始剛開始教的時候 有的人就是會錯 那很多時候就是 因為他就是沒有姚姬 所以就是不要 不要抗拒他 其實不要抗拒他一下子就會了 好 那這個 同位角呢 再介紹一次 同位角就是相同位置的腳 在這個叉叉裡面 在這個叉叉裡面 右上 右下 左上 左下 就是同位角 接著介紹內錯角 什麼是內錯角 內錯角就是在裡面錯開來的腳 那當然老師的責任就是把 這一些名詞解釋的 更輕鬆的可以學起來一點 在裡面會錯開來的腳叫做內錯角 那怎麼樣在裡面呢 也就是說要在裡面 不會在外面 不會在外面 可以嗎 所以要不然是2和3 要不然是A和C這樣子 1不會有所謂的內錯角 因為他在外面 那有沒有外錯角 其實不是 不是 但這個邏輯是可以有的啦 但是就是我們不取這個 不這麼講 所以只有2或3或A或C也有內錯角 那其實這個2的內錯角就是C 怎麼樣 在裡面被錯開來 錯開來交錯而過嘛 兩個人錯身而過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呢 我在這一側 你在外側被牆隔起來了 有沒有像那種偶像劇 男女主角明明就住在隔壁 卻不認識對方 錯開來的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稱為 內錯角 在裡面卻被 隔開來了 被這條M這條線隔開來了 所以你要連的時候要連斜斜的 可以嗎 所以2的內錯角是C 3的內錯角是A 在裡面被錯開來的角 就是內錯角 所以內錯角有兩組 同位角有四組 內錯1對A 2對B 3對C 誒 sorry 我比的是對的啦 那我寫的時候沒有注意到 3在上面4在下面 好 3對C 4對D 但是內錯角的話呢 是2對C然後4對A 4對A 這樣可以嗎 內錯角只有兩對而已 那就是互為內錯角 所以2的內錯角是C C的內錯角是2 A的內錯角是4 4的內錯角是A這樣子 然後1跟上面這兩個 下面這兩個都沒有內錯角這樣 那什麼叫做同側內角呢 同側內角就是在同一側的裡面的角 什麼叫做在同一側呢 應該說我們要先看後面 什麼叫做在裡面的角呢 就跟剛剛內錯角的道理是一樣的 一定要在裡面 所以怎麼樣 又不甘上面這兩個的事情了 可以嗎 又是這四個的問題了 那同側內角呢 在裡面 在裡面的同一側 剛剛是錯開來喔 現在是同一側 所以 這就是同側內角 A對2 4對C 這樣 可以嗎 好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們為什麼不把內錯角取較 同一側內角 就是一樣是內角嘛 可是在不同側 嗯 有點道理 但是那這兩個怎麼算 好 好 總言之就像啊 對不對 要同一側嘛 我們是說這樣同一側 他這樣算不算同一側 但是呢 因為這兩個本身就補角啦 他們兩個就是一條直線上被切成兩段 他們兩個補角 我們不會特別去討論他嘛 對不對 不需要在平行的時候特別去討論他 所以同側內角指的是這樣子 就是在這裡被切開來的同一側 的鄰居 好 那這裡這兩個是同側內角 可以嗎 這兩個是內錯角 這兩個是內錯角 這樣子 那剛才介紹到 就是說就算L1跟L2不平行 我們都還是可以 這個有 我們都還是可以說 這樣子打出兩個叉叉 這個就同位角 同位角 內錯角 同側內角 都可以 但是如果是平行的話 就會有特殊的情形 怎麼樣的情形呢 這個 如果是平行的話 那麼他們這兩條平行線 所產生的同側內角 一定都會一樣 也就是這個角 這個角 這個角 會等於角 A 那我們試著來去證明他 如果今天我要證明角 角1會等於角A 我可以怎麼做呢 大家可以稍微把這個證明 這個記起來 我把這條線拉長一點 純粹就是拉長一點 我做一條直線 會垂直L1 做一條直線 M垂直L1 所以M也會同時垂直L2 如果我今天已經知道這兩條平行的話 對不對 那麼這個時候呢 這裡是直角 這裡是直角 這裡有一個角A 角1加90度加角A是180嗎 這裡在三角形 取一下好了 這個是A 這個是P 這個是Q 那這個是X 這個是Y 三角形APX中 角1等於180-角A A-90 對不對 在三角形AQY中 角A 小A 等於180-一樣角大A 這個角-90 那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角1等於角A 格陣 這樣子 那這就是同位角相等 那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怎麼樣 反過來哦 如果我今天 我是已知 我們剛剛是已知L1平行L2 如果我今天不知道L1平行L2 但是我已經知道 同位角相等了 那我可不可以用同位角相等 推論出L1一定就平行L2呢 其實是可以的 怎麼樣 我做一條直線 這一條直線垂直L1 那可是呢 因為我還不知道他有沒有平行L2 所以我現在只知道他有垂直L1而已 不知道他有沒有垂直L2 OK 這樣子 那我就不寫了 那 當我知道他有垂直L1的時候 角1加角A就會是90度 因為這裡是90嘛 對不對 角1加角A是90 那因為我剛剛說 這個我們這個問題是 我已經知道同位角相等 要試著證明出L1有平行L2 這樣子 所以我已經知道同位角相等的情況下 角1加角A90 這個小A加角A也會90 那這兩個角加起來是90 在三角形AQY中 我就可以知道這個角Y是90 也就是說怎麼樣 M又同時垂直於L2 那我們剛剛講 如果M垂直L1 而且M又垂直L2 那L1就平且L2 可以嗎 這個就是同位角相等 那接著來證明這個內錯角相等 那其實後面的證明都還蠻容易的 當你同位角相等證明出來之後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 角2 我要證明角2跟這個外角 剛才是什麼 C 我要證明角2等於角C 那很簡單 因為同位角會相等 所以角2就會等於角B 可以嗎 那你可以想說我剛剛只有證明一個 角1等於角A而已 為什麼我連角2等於角B都可以證明 這個我們用補角就知道了 既然角1會等於A 對不對 角1會等於A 那麼 180-角1就是180-角A 所以角2等於B 同樣的道理 180-角1是不是 180-角A 那這個這個角1就等於C 然後這個角1會跟他一樣 這個這個角又是180-這個 所以這個角又會一樣 所以四組同位角都會相等 所以我剛剛說到這個 角2會等於角B 對不對 角2會等於角B 然後角B會等於角C 這個叫做對頂角 那個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他不是在 要注意這一點 他不是在平行的條件裡面 對頂角相等不需要平行 對 只要有一個叉叉 任何的情況下 只要有一個叉叉 對頂角就一定會相等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補角 然後結果這兩個也補角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就會相等 所以我已經知道同位角相等了 角2等於角B 那對頂角相等 角B又等於角C 所以角2就等於角C 這樣子 我們就不寫這個證明 因為 你看其實還蠻簡單的 好 那但是我都建議這個老師要證明給學生看 最後介紹這個同側內角互補 那其實我們剛才已經幾乎把這個證明講出來了 就是說如果2會等於B 那麼A就是180-B 對不對 那所以A就是180-2 所以他們兩個合起來180 所以這兩個合起來180 這兩個合起來也會180 我們這樣就證明完這三個性質 只要有 平行 L1有平行L2 同位角相等 內錯角相等 同側內角互補 而且怎麼樣 只要有同位角相等 或者只要有內錯角相等 只要有同側內角互補 都可以證明L1有平行L2 因為怎麼樣 我們剛才在這三個裡面是互相 我用這個證這個證這個 對不對 那其實我也可以用這個來證這兩個 同樣透過這個補角的概念就可以完成 那所以最後都可以用同位角相等來去 像剛才這樣證明L1 平行L2 因為M同時垂直他們兩個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一堂課最核心 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 平行線的三個性質 同位角相等 內錯角相等 同側內角互補 那我再提醒一次 對頂角相等這件事情 它不是在平行的這個章節才出現的 所以說 對頂角相等的這件事情也不能用來推論它的確有平行 不知道的 那我們來看這兩個問題 請問這個X是多少 這個 這個的X是多少 OK 那我們來看看剛剛這幾題啦 這種問題最關鍵是什麼呢 最關鍵是你要先確認平行 所以說 看第一題 80跟100 這樣這條有沒有平行 還是這條有沒有平行呢 首先對頂角對過來這個是100 80跟100 所以我們先證明了L1有平行L2 那來看這兩條呢 這個115對過來在這裡115 這個80這個115同位角 他們還是同位角只是沒有相等 那同位角不相等 所以這兩條沒有平行 這兩條沒有平行的話 那這兩條有平行 所以這個115 那麼內錯角這個115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X等於65 下面這裡 同好道理 你要先推論有沒有平行 這兩個8787 所以其實這兩條有 那這兩條呢 注意哦 8793 所以怎麼樣 這兩條內錯角不相等 所以說這一題關鍵就是 這一題的這個L1沒有平行L2 是什麼呢 比如說這條角是M的話 這條是N的話 是M平行在 M在平行N 懂嗎 如果你用我們傳統我們畫圖很喜歡畫橫的是平行的嘛 那這樣我這個8787這個很多人就要寫87了 那就錯了哦 其實他是怎麼樣 因為是這兩條才有平行 所以是這兩個才相等 所以這一題的X是93 這種題目一定要出給學生看過 那當然事實上就是如果有 講義或參考書裡面一定會有 讓學生了解到我們最關鍵就是一定要先確認 有沒有平行 那麼這是這一次的作業啦 因為我們後來到了這個幾何圖形的章節 那為了讓大家有這個圖可以看 然後我講解方便 你就會發現我題目都放很大 這是一條終點 這是終點 這也是終點哦 那 這個上面這題是證明說過終點的一條平行線切過去 另外一個也會是終點 下面這題是證明兩個終點連起來 這一條會平行這一條 OK 還有這一集有三 作業有三張 王冕去河邊放牛 黃昏的時候他把牛牽去 牽牛牛去河岸 L處喝水 他來這條線上面喝水之後再去A點 那他要牽去哪裡 他要在哪一個點 這條線的哪一個地方喝水 B到這一點再過來還是到這一點再過來還是到這一點再過來 會是最短的 路程會最短 大家想一想 那我們繼續上到這裡